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号的短视频节目 我是主持人秦伟平 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讲一下杭州纵火案背后的一个中产危机 有人会说杭州纵火案是不是过了很久呢 对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比较发达 大家可能也比较忙 很多人可能会遗忘掉 在今年的6月22日浙江杭州的一个高档楼盘 叫蓝色浅江发生了一起海人听闻的一个纵火案 那个宝姆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 有意的纵火导致女主人 还有三个未成年的非常可爱的小孩子 葬身火海 不幸死亡这样一个事件 男主人姓林 林先生 那我们如果在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渠道 还能找到一些林先生在痛苦的维权的这样一个经历 我们知道林先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是在应该是在杭州浙江地区是有一个服装厂 他的一个铜装公司的经营效益不错 他那套房产都是价值2000万的 应该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中产阶级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人群 那即使这样的一个家庭都无法保证自己 老婆小孩子这个安全 这个事情确实引起非常多的一个警惕 除了大家是在都在痛扁 或者在痛斥这个保姆的无良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发现根据林先生的一个维权的经历 我们发现其实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猫腻 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分子这个保姆 他有意的纵火故意杀人 当然是要承担第一责任 但是政府还有这个开发商绿城集团 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他们自己有没有承担责任的 我们根据蓝色浅江这个小区的业主 还有一些记者 勇敢的记者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 蓝色浅江这个小区 它的一个消防栓 消防栓的算计是设计是完全不符合规范 藏在很隐蔽的一个墙里面 而且要非常专业的工具 才能打开这个消火栓才可能使用 而且再进一步检查的话 发现那些消火栓 还有大概30%左右都是设计非常不规范 没办法正常使用 另外还有一些消防器材的一个检验记录来看 他们最近几年都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检查 正常的话可能每三个月左右 可能会有一个检查 治检部门也要求 但是都没有记录 当然事发之后 杭州绿城方面迅速的去派物业公司人员 每个楼层去篡改这个记录 好像试图去掩盖这样一个事实 推背他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知道开发商对于广大的业主来说 都是属于财大气粗的 跟政府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这里面 杭州绿城集团物业 一个是在消防设计上是有严重的缺陷 应该承担责任 在那个火灾之后的第一现场 他们也并没有第一时间 包括他们消防管理部门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 而且导致说他们最终是 魔子魔女四人是葬身火海 他们应该也承担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但是林先生维权的一个记录显示 他遭到非常强烈的打压 开发商那方面并没有任何的赔偿 政府部门也是在 好像在规避责任 甚至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就禁止他去发言 试图让这个事件去迅速的平息 然后并没有让大家有声音去发出来 这次一起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这样一个事件 你试想一下 如果说一个任何一个人 他的一个家人老婆小孩子 突然失去了 然后我们失去生命 这是多大的一个悲痛 对吗 我们在海外也关心 对林先生这种不幸的遭遇 表示一个哀悼同情的一个同事 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 背后遭受一个什么样的危机 大家如何能避免这种危机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吗 对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记得说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 在浙江 也是浙江省温州市 发生一起动车的追尾事故 当时造成应该是40多人死亡 然后有170多人受伤 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故 那这些事故里面 我记得有印象比较深 有一个姓杨 当下是杨峰的年轻人 他是浙江少亲人 应该是他的一个未婚妻 大概肚子里还有七个月大的孩子 然后都死于这场事故 还有其他一些亲人 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事故背后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管理部门的一个责任 觉得说中产阶级确实 看起来生活很光鲜 像林先生有自己的一个同装公司 然后可能企业经营的不错 那套房子都是有300多平米 然后市场价值可能是高达2000万人民币 但是整个中产阶级 在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其实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 就好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这个黎阳事件 对不对 也是一个青年财俊在北京的 确实被瓢窗 都被活活的打死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希望说这件事情不要像新闻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消失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特别是我们中产阶级 要深刻的认识到这背后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这背后有哪些社会问题 对不对 我们如何去避免 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好像我预测的中产面临的危机 然后中国危机大逃亡 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之后 迅速的引起经济危机 对不对 经济萧条 进而就是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 最后难民危机 这些事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那只是秦先生一个个人的一个推测 他不一定会上演 都觉得好像非常有侥幸心理 就好像说 有人可能会想到说 这个林先生 杭州这个纵火案 确实是很倒霉 很可怜 很值得同情 但是是一个个案 未来并不会 如果有人看过我的中国危机路线图的话 其实我有非常强烈的预测 在社会危机的那个阶段爆发之后 会有很多社会底层的人 他是变得非常之暴力 然后为所欲为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 还要用道德和良知 用法律去规范他们的行为 我当时预测说 如果城市的水电 包括一些垃圾处理 这些公共服务都被停滞的时候 遭到破坏的时候 整个城市就是面临一场非常大的危机 可能现在生活 大部分人可能生活在城市里面 这个危机确实是非常非常现实 那好像这是杭州纵火案 我们知道 那有人如果恶意的去纵火呢 可能是一个非常 非常普通的一个草根阶层 他因为仇恨这个社会 因为他自己的遭遇不好 因为他在底层苦口的挣扎 他最后把他的怒火 发泄在这个社会 认为是政府部门 认为是这些富人 认为是中产阶级 抢了他们的饭碗 让他们生活越来越糟糕 他进而报复社会去纵火 对不对 破坏这个城市的水 电 对不对 会有怎么样的惨障发生 当然我看过 知道 我有预测说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 可能有上千万人死伤 到这里我也再次提醒说 这种危机 并不是说空穴来风 大家应该是要切实的保障自己的利益 生命财产安全 就好像杭州的纵火案 我们并不能说让这个事不了了之 其实黎阳的这个事件 已经是不了了之了 对吗 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对吗 当事人的责任 基本上也没有得到 应有的一个承担和处罚 那现在这个杭州纵火案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杭州绿城集团 对不对 这样一家所谓的是浙江地区 包括全国范围都是比较有知名的开发商 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不对 还有当地的一些政府 是不是应该承担他们应该的责任 我们的这些 14亿老百姓 还有广大的这个中产阶级 虽然比例并不是很高 可能占有整个的人群 可能在10%最多这样子一个比例的范围 我们看起来好像生活的过得很好 有房有车 经济输入也很好 然后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大家不正视 这样一场危机的话 林先生的遭遇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遭遇 对于做企业来说 像浙江绿城 对不对 他们经常在催什么自己的一些 什么社会责任 可能会像一些慈善机构捐款 好像表达自己关心这个社会 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说的是 一个企业 你正常的一个表达你社会责任的一个方式 就是应该把你的产品和服务做好 大家记住 把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做好 你就是尽到你的社会责任 我们中国多少悲剧 多少事情都是这些 我们想花钱付费 买到的这些产品和服务 是非常糟糕的 对吧 这些毒食品 毒医疗 毒空气 对不对 几乎是大家都没有保障 说的老百姓说通俗一点 叫互害社会 你害我我害你 大家真的是非常糟糕 这个法治建设也不行 然后大家的道德水准也在下滑 我希望说这个杭州重华案背后 我们每一个中产阶级 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这背后的危机 这个来源是什么 我们如何避免 靠侥幸心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起事件 我们也会支持林先生 我希望如果林先生有机会看到这 这期节目的话 我希望跟我取得联系 我们会进去进一步的采取 不同的方式来声援支持林先生去维权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特别评论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